黎巴嫩卫生部长星期四说 真主党成员使用的首提通讯设备在17-18号 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爆炸 造成37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 匡牙利总理奥尔班星期四向国民保证 虽然多鲁河和其他支流的洪水不断上升 但仍然安全 中欧仍然继续应付连日来的洪水 以色列军星期四说 整晚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多个真主党目标 包括希亚姆地区的武器储存设施 袭击前一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说以军转移到北部和黎巴嫩接洋的边界 哈马斯在星期三发布的影片 显示他们攻击位于拉法附近的以色列车辆 在印度南部抗议的三星公司工人说 星期四将会继续抗议 直到公司承认他们新成立的工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